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只有内心的强大 我们在生活中才会处置泰然 宠辱不尽 无论外界有多少诱惑 多少挫折 都心无旁骛 依然固守着内心那份坚定 尤其是女人 更需要内心强大 人生不易 作为女人 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是很难在这个遍布艰难险阻的滚滚红尘中 潇洒走下去的 做到这三点 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吧 强大到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不惧怕任何风雨 第一 内心强大的女人很努力 卡奈基说 命由天定 运由己生 命是与生俱来的 而运则是一个人一生的形成 命是天定的 但运归我们自己管 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运 那么人生的路该怎样走 就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你只有拼命努力 通过自己的奋斗 改变自己的命 掌握自己的运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有句话说得很好 如果你没有特别幸运 那么请你特别努力 在这一点上 内心强大的女人做得很好 他们对待生活和工作 都很认真 都很努力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自己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 没能嫁一个高富帅脱贫之父 至少可以努力工作与生活 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使自己银行卡上的余额 永远保持充足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 多一些随心所欲 生活得更好 女人本就比男人 活得要辛苦艰难 所以女人更应该努力 赚更多的钱 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哪怕有一天 你的感情失败 或者婚姻不幸 你也依然能做到 宠辱不惊 敢爱敢恨 无所畏惧 做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吧 努力去生活 努力去爱人 即使生活再难 也要一路潇洒 一路开花 活出我若盛开 清风自来的精彩 第二 内心强大的女人 很自信 关于自信 网上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 自信的女人 走路时昂首阔步 沉着淡定的表情 告诉人们 她的自信所在 无论坐在餐厅 还是坐在大排档 都一样的优雅 而风采不减 微笑的魅力 使她们把握住 人们的视线所在 买东西的时候 不会徜徉不定 走到自己喜欢的 东西面前 挑选最合适 自己的东西 女人一定要有自信 自信是女人 最好的装饰品 一个没有信心 没有希望的女人 就算她长得不难看 也绝不会有那 令人心动的吸引力 内心强大的女人 都很自信 不管是在感情 还是事业上 她们都能直面 所有的苦难和挑战 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和人 会奋不顾身地去追寻 萧伯纳说 有自信心的人 可以画渺小为伟大 画平庸为神奇 自信的女人 无论家庭 事业 交际 都能一帆风顺 偶尔出现的挫折打击 总能被她们轻巧地划去 举手投足间 便能使事情 向着有利于她们的方向转去 人生 哪有那么多规矩 无非就是 我喜欢就好 身为女人 一定要内心强大一点 自信一点 想要的就直接去追 让激情在每个岁月里燃烧 绽放出最美的色彩 第三 内心强大的女人 放得下 卡奈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深有道理 懂得扔下包袱的人 才能够获得更多 懂得把包袱扔在路边 任人去捡的人 才真正懂得生活 当我们忘掉那些不美好后 开心去生活 就能创造出全新的 独属于我们的精彩生活 世上本无是 庸人自扰之 当你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取别的 一个人如果不肯放下 那么她的人生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 无法前进 要能放下才能拿起 人生要学会放下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并非事事都要争个名次 而是要学会从容地 面对拥有和失去 佛经上说 如何向上 唯有放下 人生在时 有些事情是不必在乎的 有些东西是必须清空的 该放下时就放下 才能够腾出手来 抓住真正属于你的快乐和幸福 没有谁的人生会一帆风顺 你努力争取过的东西 即便失去也不用遗憾 你真心爱过的人 他转身离开后 也不要留恋 人生注定有很多的内容 只要我们努力过 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往事深埋 总绝浅 不如及早释怀 适当地放下 才会轻松 适当地留下 才会心安 生活给我们的余地 不会那么小 别往回看 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 你以为不可失去的人 原来并非不可 你流干了眼泪 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 机会靠自己争取 命运靠自己掌握 世界很繁杂 人生很艰苦 你要学会做一个 内心强大的女人 努力一点 自信一点 砍开一点 这样即使岁月貂蚕了红颜 你依然能够美丽不凡 往后余生 愿你做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把往事清零 让爱恨随意 认真取悦自己 活成独一无二的你 感谢观看